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我们上一次前面两集说到水果的问题是一样的 他其实是中国经济一些细微的一些观察 当然了我并不是什么特别有钱特别高阶的这个人士 但是我接触过一些比较便宜比较低阶的艺术品 比如说耕雕 耕雕这个东西我接触时间长 大概十来年前我很小的时候 20岁出头我们家那边是搞旅游的 五一山这一带 所以耕雕市场实际上我们那边当时已经非常的火热了 这个市场现在的情况在最近几年大幅度的下滑 还有些其他的比如说翡翠的价格 我们也知道这两年也上不去也正在下滑 还有比如说这个壮石的价格这两年 壮石的消费也市面上也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壮石是一个骗局 这个都 但这个除了这些之外我觉得就刚才说的壮石也好翡翠 耕雕它们都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东西 它们的取得都非常的困难 比如这个耕雕有一些好品质的耕雕 它是在悬崖上 那个崖摆 那些树死了之后 而且经过分化的那些树根拿出来做的 爬上去搞这些东西是有生命危险的 那很容易摔下来就死了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 听说有这样的例子 就是之前搞了小几百万 你想一下一个村里的农民一年种钱才多少钱 搞个两三年的耕雕 它能挣好几百万 这是一笔很大的钱 最后死在悬崖上摔下来 那其他的一些其实有一些更危险 比如说 钻石 这个我们知道有一部电影叫血钻 西方的电影这个片子 就是由这个钻石这种资源引发了残酷的斗争 有时候我们看一些港片 美国片也会有一些这种关于壮士争夺这些 其实背后都是血腥 还有包括像翡翠 我们看到东方金玉老板 他最近出了问题 他这家公司也出了问题 出现了债务危机 对他的报道也比较多 就是他去缅甸找翡翠的时候 那上面有一个地方有个石碑 上面写了6000多个名字 都是去找翡翠的过程中死的 当然这个是这几种 其实其他的艺术品很多 也是我觉得是沾满了阴气的 虽然我不太相信这种东西 但我仍然 但我们仍然可以提一下 就他的背后的感觉 比如说很多的艺术品是从墓碑里面 盗墓的人进去挖 挖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些还死在里面 有时候可能第二批第三批盗墓贼进去的时候 可能从第一批第二批的那个手里 死的那个遗骸里面 从他的衣服兜里面再掏出来的 还不是原来的死者 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其实是比较负面的一个东西 当然有没有正面的价值 当然有正面的价值 要不然不会这么多人追求 正面就是他可以有一个财富的代际传承 有很多我刚才看到一个数据就是 西方有80%的富人 他们这80%富人他们有30%的财富 是在艺术品市场里面存着 就是我挣了钱 我去买一副毕加索的画 在这里存着 避税各种东西 以后增值什么可以传给子孙 悄悄的传给子孙或者怎么样 当然这个数据我没有考证过 有可能有一些问题 但是西方国家发展的早 他们来圆明园的时候就知道找艺术品 就非常的珍惜这些东西 这些外国人他们来到中国的时候 特别是八九十年代 中国的艺术生活水平并不是那么高 很多人来就是搞这些东西 他们对这些东西的喜爱程度是非常之高的 那么这么爱 我觉得关键有一个大的问题 当然了你说喜欢我相信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就是这里面其实蕴含着大量的阶级传承的问题 就是我们注意到一个手表 你买个一两千块钱 像我那个苹果 只戴了一年就坏了 那三千多块钱 它坏了就不值钱 可能值100块钱200块钱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1000万的手表 我之前看一个新闻说光源 收了一个贿赂1000万的手表 你拿出来卖还可以卖个七八百万八九百万 它越值钱的东西 它卖出来就越贵 于是这个东西就是可以一直代际传承下去 这像什么 这其实就像一个爵位的传承 所以财富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一种阶级的传承 这里当然我要再多说一句就是 有点观众朋友留言说 我自己也有观察到 就是我们中国总是说阶级挣钱这些东西 为什么西方国家好像不太谈 他们就是挣点钱 打一份工 就喝点酒 跳一支拉丁舞 搞搞简单的东西 刷刷碗 上上网 老爸带着儿子打打游戏 儿子也不用上补习班 是吧 有时间就是这里玩 那里玩 这里旅游 那里旅游 然后再搞一个什么东西 可以欣赏个半天 是吧 你进个艺术馆 在画面前待半个小时 待一个小时 进哪个什么旅游区 又怎么玩 特别对于人文这块 他们的上班时间倒是非常的少 非常的少 一般很多人 就是一天上四五个小时的班 你像欧洲很多公务员 一天上午加下午 一共加起来就四五个小时 五六个小时 效率还非常低 这是一个 我觉得这里一个重大的问题 他们其实西方很多国家 我觉得他阶层更固化 其实他自己 他爸爸 他爷爷 都没有看到希望 就变化已经不大了 是吧 宝马公司跟奔斯公司 都差不多一百年的历史 对吧 你说保时捷家族 也是这差不多一百年的历史 你说有什么变动 但是你看中国社会是这样的 三年前开滴滴挣钱 四年前 挣他三个月 三个月之后没有补贴 你不挣钱 你开滴滴变成一个卖苦力的事情 是吧 但是之前你可以把他绑在一个自行车上 或者电动车上 然后满城堡 一天可以撸他好几百好几千块钱 这样的机会 比如说你一个新的小区 你这里摆个摊 说不定就挣钱 但是过几个月不挣钱 有城管来管 或者是有竞争对手 一下蜂拥而入 然后这个是小的 从产业方面来说 也是这个样子 很多产业他一下兴起 一下子又衰败了 就是我们国内前几年流行说的话 就眼看他高楼起 眼看他宴兵客 眼见他楼他了 这个不是说我要一代人去看这个事情 可能几年你就看到一个事情 重新起到发展 所以他的财富流动是非常之快的 所以这种这么序列的财富流动 当然就意味着阶级的流动 但是我们看到西方的这种艺术品的 他们对这种新兴的东西比较保守的 这种情况 看来他们流动就是很慢了 所以你讨论有什么意义 我爷爷辈就是中场阶级 我爸还是中场阶级 我妈差不多也是中场阶级 机会要少 但还有一个大家想一下自己身边有没有 这样突然被爆富的 或者说突然间掉下去的 之前看他蛮有钱 是吧 突然掉下去 那么我老家那边就有 原来县城里就赫赫有名 我读书的时候就能买一个二手宝马的 是吧 那时候很了不得了 2000年左右的时候 那时候的富豪 一路有钱 5年10年都还不错 最近5 6年 啪啪啪一大波的掉下来 就是原来的 实之有霸的富豪 我们那边当地的小富豪小土豪 现在基本上都掉落下来了 当然也有一些兴起之秀 但是少 很多都是可能到外面大城市有一些 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过得怎么样 但是可以看得到的是 小城市很多富豪掉下来 所以阶级流动在中国非常的快 当然我不是这里故意说 西方阶级固化严重 中国就好多少 其实也有他们特别大的亮点的地方 比如我最近看到一个西尔顿酒店 应该是他的第二代传人死了 那这一位老先生 他之前就是从他父辈那里 争取把家产争取下来 因为他父辈把钱捐出来 于是他很不爽 于是又从基金里面 把他家族的基金里面捐出去的钱 把投票权给要回来 把一些钱也给要回来 要回来之后 大家可能我们都会认为 这个钱好不容易要回来 最后他死的时候 结果又捐出去了 因为他后面有一个 应该是叫帕利斯希尔顿 一个女生 特别妖艳的 特别 他觉得老人家觉得帕利斯 帕斯利 帕利斯他是有一点败坏了家族的名声 他可能钱放到这样的女孩子手上 应该是个蛮大的 四五十岁的女人手上 可能最后也是差不多这么一个结局 结局败的差不多 还不如主动把它变成一个基金捐出来 而且捐97%很可怕 这是几十亿美金的财富 这种高峰亮节在西方可以说是 不能说比比皆是 但绝对不是个案跟孤立 孤立存在的 但是在中国大陆 不要说凤毛麟角 我看我印象中好像一例都没有 但是破产的实质有七八 在过去十年二十年的时间里面 你说二十年还是很有钱的有多少 我估计 百分之七八十这肯定说多了 但是百分之二三十这肯定有 可能百分之二三十能够保本 还有些百分之二十亏的 只有百分之五百分之十的人 比如说女生比较 但是女人一来 你多生几个孩子 你不分也得分 那是自己的血脉 你分还是不分 你必然分 你一分出去这个钱就开支上业了 就没有这么多了 好 那么我们说回艺术品 那艺术品市场在今年过去一两年的时候 我们发现其实有很多个小的细节 可以发现它是在降温的 比如说华怡兄弟 就是王中军王中磊这两兄弟做的这间公司 在最过去几年里面 很多的影视作品出现了 就是断档的情况 他也在铺把钱资源放到什么建影城 这些东西暂时有几年有收益 但是影城建多了之后 现在竞争激烈收益不大 而且他去做了一些其他方面 比如说建一些娱乐城这些东西 这个都是负债很高 变现很难的一些事情 但是他的主页电影却没有什么大的发展 而且他的路子不正确 你像光线传媒 他是投资新人 赵薇徐珍 包括现在的饺子 今年拍哪吒的导演 他会投资新人 这种是比较好的方式 但是如果你投资老导演 不管是说张艺谋 冯小刚 特别是你要怀疑他就投冯小刚 是不是 冯小刚我们知道去年前年 这个问题可大了 能不出大问题就不容易了 拍电影的节奏肯定是要慢很多 我们就不说不过度恶意的揣测 这样的话 他在电影方面的投入也少很多 这导致一个什么结局结果 他把他的艺术品拿出来卖 但我们知道有一些行业 他有一些特定的特征 就是艺术品这个东西 我也遇到过 在最近这一两年出来走的时候 也遇到过几位朋友是做艺术品的 有一些是自己做画的 有一些是自己买的 也有一些有买有卖的 但是我遇到有两位 号称很厉害 就是我的艺术品 我只进不出 而且都是在北京 那只进不出这个非常厉害 那只进不出表示什么 这我们反过来理解 就这个东西只进不出的时候 他肯定值钱 市面上越买越少 买到盗墓贼去坟墓里面掏 但是如果说大家拿出来卖 这个问题会怎么样 原来只进不出的东西 市面上一下东西多起来 而且都是像王中均这种 王中磊这种大财主 他一拿出来卖 而且卖的话也是旧公司 而且卖了非常多 卖了大多数 那这个价格会一下就下来 那我刚才在国内的百度上面 方来方去 说这个艺术品 降温的这个新闻 我找了只找到一篇文章 是阳城网报的记者 写的 在2018年秋拍的时候 说有所降温 降温的幅度其实是很大的 我觉得按我们金龙分析来说的话 这是跌穿牛熊线的 那其实这里看这里面写的是说 有20%甚至超过这个幅度的跌幅 而且我觉得在2019年 这是18年的 19年应该幅度再更深 他这里有几个比较著名的拍卖行 比如说加斯德亚洲的总裁 他也说到了要做好过冬的准备 下半年的货会比较难卖 这是在18年的时候说的 19年我估计是会更难一点 那保利的在香港的拍卖成交额从18亿降到了今年的到17年的18亿到了18年的9亿 降了50%是腰涨的这么一个状态 那我只找到这一篇文章 还包括书富比方面也降了23% 在他的净利润2018年的上半年 那还有北京保利拍卖规模缩减了30% 这是在2018年的事情 但我觉得因为这毕竟是有钱人的世界 有钱人的这个空间 他跟我们一般人 所以这种新闻他一般不会进入普通的媒体报道 你报到了也没人看一件作品几百万 动辄上千万过亿元 你说这个一般人看了有什么意义 所以他也吵不起来这种事情 所以整体来讲 这是一个小范围 小规模里面圈子王的事情 所以我们说了这么多 也就慢慢的往我们家常日常生活中 可以慢慢来聊这个事情 这个艺术品降温 我在找这些文章的时候 我发现一个问题 其实他不只降温一次 而且周期来的特别快 而且我感觉他跟中国的房地产周期 有高度重叠的 高度正相关的 比如说我看到他说 2014年也出现过一次降温 还是央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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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这个问题 出现降温 那18年19年 我们看这两年国内的房地产市场也不好 经济也不景气 那14年也是经济不景气 房地产不好 所以这里我觉得跟房地产 这个是有一个高度正相关的情况 那这个其实很好理解 这个高度正相关重叠 北京上海的一套房子 有一套房子的人 很有可能他会有第二套第三套房子 你能买得起一套房子的人 他往往可能就能买得起第二套第三套 或者我们这么说 他有一部分阶层的人 房子就根本不是个事情 那一套一两千万的房子 如果说我们做一个配置 你只要稍微往我们刚才说的 往西方的上面偏一偏靠一靠 你只要稍微去欧美稍微走一走 你只要稍微读读书了解一下情况 你只要稍微有一点文化知识 稍微有点金融常识 不要把鸡蛋换到一个篮子里 你就会去买艺术品 所以在房地产市场好的时候 就是大家都止进不出 只有买 那这里话说回来了 我们普通的阶层 很不容易辛辛苦苦是吧 可能掏空六个钱包 然后终于在北京上海付一个首付 那付了首付 这个银行贷款 包括你的首付款 转到另一个人的手上去 那他拿来干嘛 就换成一张纸 一张画 然后挂在他的墙上 表示我是阶层的 然后我要代代的传下去 就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这种传承在财富泡沫最严重的时候 这个是最繁荣的 比如说玉石就不好估价 乱世的时候大家觉得黄金有用 玉石不好估价就可以不停的炒 那么当然盛世的时候 玉石当然是值钱的 他可以不停的炒 你黄金怎么炒 他很容易溶解 很容易变形 不好炒 既然他正面是这么走 我们反过来一样也很好理解 当一个人一家企业会出现问题的时候 他会首先卖什么 当然是最不必要 最不必须 最不保值的东西开始卖 最无所谓的东西开始卖 这些艺术品我觉得它是优于房地产的一个东西 我要说的什么意思 这一集的一个关键分析来了 就是艺术品的跌幅肯定是高过房地产的跌幅的 它的上涨幅度也是高过房地产上涨的幅度的 就是艺术品在15年16年在大幅上涨的时候 它有一些产品 它可以一年可以放一倍 价格涨非常多 它这种涨幅我觉得很从整体上来讲 它是要在要高于房地产的 所以这种也算是一个高杠杆的情况 波动率比较大的情况 我们在未来可以看到可能更多的艺术品会进入一个暴跌的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 艺术品市场要想回暖 恐怕会路途会非常的漫长 你首先得经济回暖 经济回暖就是得资产再次产生泡沫 资产再次产生泡沫之后 再流向艺术品市场 那这里可能这个周期可能就非常的漫长了 所以持有艺术品的朋友 如果你手上有的话 最好稍微云一云 就是还是其他的问题更重要 要先保住 这个可有可恶的东西先丢一丢 好 我们就说了蛮久了 就大概做个结尾 我这么说的话 好像艺术品一点价值都没有 也不是了 这种是我们人类历史遗留下来的 或者是大自然的一些馈赠 这些东西其实最好的东西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放到博物馆这样的地方 如果是文化类的 如果是自然类的这些东西 也要找一个相适应的东西 否则比如说我们艺术品有一种说法 比如说四母五大方顶 这是一个国宝级的东西 台湾博物馆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大白菜 那个都是国宝级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假如说免费给你 放在你家里 你觉得怎么样 是不是好东西 我觉得不见得是个好东西 那你我们 比如说台北的故宫的大白菜搬回来 我们分析五种可能 我想一下我能想几种 第一种可能你搬回来之后 你不舍得卖也不舍得买 你就放在家里 这么大的一个东西放在你一个50平米 100平米或者200平米的房子里面 你觉得每天怎么欣赏它 你的生活只能围着它一颗白菜壮 好这是一种方案 你不敢卖 不敢做冷 不敢动 这有什么意义 这有什么价值 搞不好小孩一玩就给摔碎了 第二种 你敢不敢拿出来卖 你一般的小家小户 这可是国宝级的东西 你怎么卖 卖给谁 你就不是这个道上的人 你拿出来卖 马上就被别人捉了 只有压得住这个东西 比如说你有100亿的身价 是不是 你可以找到下一个 因为你朋友圈太多了 全部是100亿的 你卖出去 当然好卖 私下给他 他转两个亿三个亿 五个亿给你 或者是打仗白条给你 或者就交个朋友 这样这颗白菜就给他了 但是你说我们小家小户的 你这个白菜怎么卖 卖给谁 你又找不到渠道 还有第三个 被亲戚朋友知道 你家有个国宝 每天就开始惦记 一起在想 这个东西是不是爷爷奶奶 跟爷爷奶奶被有没有关系 如果有关系 我也要分一分 是吧 你这个过程中 有没有犯罪的行为 你这个白菜到底是怎么来的 所以关于这种种的这里 你根本就压不住它 你没有办法压住这种国宝级的东西 包括一般的这种艺术品 就没有什么意义跟价值 它的这个意义价值 就是放在博物馆里面 这是我们远古以来 这颗白菜是很难得雕出来的 是吧 我们先前的工匠 这颗玉石本身就是非常完美的 然后又怎样怎样 这个就表示出它真正对人类的价值 意义在这里 那怎么办呢 我们代际传承 不是财富代际传承 不是没有办法的吗 一般来讲 我觉得最正常的办法 就是刚才我说的高风量级的 这些西方资本家 有那么一些 就是这个钱到你手上 你就是保管一下 该吃吃该喝喝 该玩玩 实在搞不定的是吧 你投资一些高科技企业 或者是进行一些社会捐赠 什么慈商活动 实在搞不掉 最后还是只捐出去 你不知道你的子孙有没有能力 来掌管财富 要留的话 留一定的财富 把它的教育搞好 也就差不多了 我们说的再具体一点 举几个例子 比如埃伦马斯克 就是搞Specs的 PayPal的公司的 特斯拉的老板 他搞的Specs 这是为全人类做贡献 就算Specs不盈利 就算特斯拉挣钱不多 这是一个新的行业 一个新的技术 这可以为人类寻找一个梦想 我觉得它是一个不错的 还有比如说英国的 Virgin Group 维京集团 就搞航空的那个 他酒店什么东西都搞 他也搞一个 什么这种航空航天 我觉得也不错 太空旅行 这是为人类 全人类去创造这个价值 还有比如说贝索斯 Amazon的老板 他有一个蓝色起源 蓝色起源 应该也是跟Specs差不多 这四人家公司都在探索太空 我觉得这个也是相当不错 你像我们国内的话 可能国家也没有开放 或者各种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说 很多地方 还是非常有价值 值得去探索 当然 这个失败概率非常的高 但是失败也没有关系 你养的是一些高科技能源 对吧 他们是这个项目 比如说像辉瑞的 它是产品一样 你研究新脑血管没搞出来 但是你把伪哥给搞出来 反正也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你搞这些高科技企业 或者做投资AI 投资这些火箭 卫星 这些东西 可能 涨时 这个项目是失败的 但是 它衍生出了一大波的技术 这是为全能类做贡献 而不是把钱死死的握在手上 不是想投资房地产 就是投资更加保值 不是更加容易代际传承的艺术品市场 我觉得这个当然多数人都做不到 我应该也做不到 好的 我们这些内容就聊到这里 我们稍微总结一下 就是艺术品这个东西 其实多数 我觉得最好是不要放在家里 也不宜过度的追求 如果有钱不多 教育当然是优先 如果更多 做一些更加有利于社会的事情 当然这个还是刚才说的 我们多数都做不到 但是我们还有一些有价值的判断 就是它的波动率 整幅应该是跟房地产是高度正相关的 然后它幅度要比房地产要大一些 被房地产放大了 所以在现在国内房地产 仍然在降温的这么一个形式下面 在资产泡沫只会偏向于收缩的 比较容易偏向于收缩的 这个情况下面 恐怕它可能价值不会有那么高 至少我觉得你就算要保值 也会有其他的品种 比如说黄金 可能它的保值就要比一幅画 比一幅这些东西可能要来得更高一点 就是我们说的有偏乱的环境 当然黄金可能就更容易保值一点 当然这里说所谓的口停 手停口就停 这种不见得是特别财富多的人就能做到 当然我们劳苦大众当然是愿意 因为我们劳苦大众都是这样的 你不劳动就没有饭吃这么一个情况 那当然希望你们也能跟我一样 你们不工作你们就要出现这种情况 但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 也能不能有这样的条件 我觉得稍微有一线曙光 我觉得AI的发展 包括现在像这种自媒体 包括个人的价值的挖掘 可能速度会越来越快 越来越容易被发现 而且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秉性 一个什么样的渣渣的状态 越来越容易被发现 比如说你的个人信用 个人的整个方面的情况 比如说受教育程度 对待邻里的状态 情商智商各方面的数据 很容易被累进到 就很容易被预判到 你这个人能力到底有多强 你到底是能hold住大白菜 还是说就是一颗小草 只能带一颗小草回家 所以这个情况 也许会有一些变化 就什么意思 就是既然希尔顿家族的人 能够这样去判断这笔财富 他的父亲跟他自己都八九十岁 能有这样的境界 把钱捐出去 认为他的孙女 他的儿孙辈没有能力掌握财富 那么是不是说 我们中国也越来越成熟 中国越来越多的家庭 个人能够通过各种方式判断 自己的孩子 有没有这个能力驾驭 未来的财富这些东西 但我觉得这个可能 现在提这个肯定是上早 但是我觉得也许 会有曙光在前面 好的 那我们这集内容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